利益众生三等人 第一等人善根成熟 佛会帮助他超越六道 帮助他往生进度 第一等人 第二等人 善根佛德有不太厚 帮助他提身 他这一生不能往生 只是帮助他提身而已 第三种是没有善根的人 帮他种善根 所以说一粒而根永违到种 帮助他种善根 我们念一句阿弥陀佛他听到了 他阿赖耶诗里面就有种子了 父种子了 我们这里供到佛像他看到了 看到佛像他也种了种子 这个就是来生来世继续学佛的一个因 所以佛法叫普度众生 这些事情今天里面讲得很清楚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道场天天教训 天天讲经 当然还是不如法 为什么呢 在古时候 四月安堂每天讲经八小时 我们这是终究是给我才四个小时 还少四个小时 这个道理你不能不懂 如果有人发心到这边来学习 我们非常欢迎 我们利用网络 这个卫星播出 四小时够了 另外八小时 四个小时可以讲经 不必落相 为什么 练讲 练习讲经 学习讲经 学习个三年之后 大家看到可以了 可以向大众去讲经了 那么这个从前 李老师还有标准 会讲啊 你没有超过四十岁 也不行 也不可以让你出去讲 实在讲 现在四十岁都不保险 为什么呢 社会的诱惑力量太大了 现在应该也延长到五十岁 你就心定了 不被外头明文立扬诱惑了 外面有诱惑 实在讲道场里头也有诱惑 道场里面也有明文立扬 真正修行人 他把这个放下 真正修行人 他是来佛武的 那就是如法的 那这个人我们就晓得了 他这一生肯定真有 他是真正来佛法 如果在道场里面 还作威作福 还非常重视这个明文立扬 重视的地位 重视的权利 应当帮助的人 不帮助 他喜欢的人帮助 他不喜欢人 不帮助 他不是道心 是他个人的行爱 这个就难了 这个在道场 你早已 这也很正常现象 你在道场 你有一门长处 别人就嫉妒你 我是一生被嫉妒 我对这个 这个痛苦的经验呢 是非常非常的 理解 印象非常深刻 一生造嫉妒 怎么样谦虚 人家也不放过你 所以很难 末法是在这个时候 度终身 李老师从今讲 我们跪在地下 双手把佛法送给人 人家不理你 我们自己学佛的时候 是跪在地下 双手借老师的法 就老师跟我说 你们现在是跪在地下的时候 来接受 你们将来 传法给别人 是你们自己跪到 别人未必接受 佛法走到末法的地固了 那么要不要做呢 要做 为什么要做呢 要救佛法 我们不做佛法会灭亡 那肯接受的 这个人就算是很大的善根 不肯接受的正常 你说这些作为作父的人 他为什么能在这个佛法里 还能存在 他不是佛力加持 他是摩加持 摩加持他 他在这个里面破坏佛法 他不进来 他怎么能破坏 譬如 狮子虫 还还试了狮子肉 这佛说的 可是 他的将来是 必堕阿比利 这是我们看到的时候 他有福 有摩加持 我们也没办法 道高一吃 谋高一丈 但是我们对他生怜悯性 为什么呢 他走的是地狱道 他不是佛道 根正学佛 在这个时代 处处要给别人做最好的榜样 学为人私 行为师范 摄加摩尼也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样子 我们如果不是这么多年 在这个教理上 一天没有离开 我们不知道感激 摄加摩尼佛的根 所以有人说 感恩的心发不起来 忏悔的心发不起来 我肯定他 他不知道什么叫恩 他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忏悔 看看别人都是这样的 别人都搞明文理案 我为什么不可以搞 整个社会是这样的 认为那是正常的 我们如果不要明文理案 傻瓜一个 诸位要晓得 业余所谓说 傻人又傻福 这个傻人将来他做佛了 聪明人 聪明人都多了三头去了 还是傻瓜好 聪明人就很会欺负人 聪明人就很会作弄人 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无不是罪业 地藏经上讲的 傻瓜不会做这个事情 而愚痴人不会做这个事情 都是聪明人 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 佛业生 非常借解 祖师大德 都是非常倾苦 不会借人 这个 接受别人 非分地供养 现在就连出家人 都不可以 为什么呢 要知道 我们不是真正出家人 这个话不是我说的 欧业大士说的 明末清楚啊 欧业大士出生在明朝 元吉在清朝 他是我们进途中 第九代的祖师 是一个对于戒律 有非常研究的人 当时也有人称他 叫律师 那么他告诉我们 中国从南宋以后 就没有比丘了 比丘都是假比丘 都不是真的 那换一句话说 中国从南宋 这个出家人就断掉了 有出家人是什么 杀你 学做出家人 不是真正出家人 这个要知道啊 秉修是大僧的